現場的朋友大家午安 那歡迎你們到講堂 也感謝現場朋友 今天有很多現場朋友一起參與 那這個是洪靜宇基金會 辦的陪你讀本書的系列講座 這是第二場 那這個系列講座的是今年基金會 特別為了推廣閱讀而辦的 我們每兩個月會辦一次 那會談歷史 談自然 談文學 談藝術 我們希望透過很多不同多元的選書 那用閱讀讓大家跟社會連結 那在今天 今天這樣講座 其實都是圍繞著何華仁先生 那也特別有何華仁最好的好朋友 有柯翔老師來談 那也有出這本書的負責人 掃業工坊主持人傅月安先生 那我們特別歡迎 也特別邀請 先請傅月安先生 傅月安老師來為我們開場 我站這邊就可以了 可以喔 OK 好 謝謝大家 我今天是來開場 那今天很榮幸 今天那個客鄉要講的題目是 我們的野狼之旅 何華仁與我的自然觀察 我一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我就覺得 這個是講何華仁這個人最重要的一段紀錄 我能夠補充的很有限 因為我對何華仁的理解 可能講全台灣吧 沒有人比客鄉更深的 那我所能夠做的一點點補充 或者說是提醒 是我在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馬上想到它其實應該還有一個副標題 那個副標題要叫做 解言前戲的摩托車之旅 因為他們兩個人是大概在1983年的時候 開始進行他們的野狼之旅 野狼125啦 野狼之旅 可是大家要記得 如果從時代背景來看的時候 我們就會能夠理解到 台灣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我們是不能夠散傷跟下海的 你想要到山上去 那你要入山許可證 有甲種的入山許可證 有魚種的入山許可證 沒有許可證你是進不去的 進不到山裡面去你是看不到鳥的 那你要靠海邊 台灣四面黃海 可是海岸線全部通通都有人駐紮著 都有警備總部駐紮著 我們最常看到的一個告示牌就是寫著 軍事重地 不准撤匯攝影 請勿逗留 違者依法就辦 到處都是這種牌子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淡海好了 淡海現在少人去了 可是大概在1983年的時候 淡海那邊的話是 很難進去的 你它有一小塊可以讓你進去 可是你不能夠隨便亂走 阿兵哥都守著的 而且都有碉堡的 這個是戒嚴 有人說戒嚴其實影響我們的生活一點點 錯 它讓台灣人變成一個內縮的 本來我們是 在這個海島我們是應該要外放的 往外出去的 可是他就是把它鎖住了 變成一個內縮的民主了 那在這個戒嚴前夕 兩個少年人 騎著摩托車 他們到淡水的河口 到宜蘭的山上 常常是在下班的時候 報社下班的話已經很晚了 他們就騎著摩托車就去了 或者是在一大早的時候 天還沒亮就要先去了 等鳥起床 他們要去賞鳥 那時候台灣是 台灣真正有賞鳥 也就是在1980年代開始的 在那之前的話是無所謂賞鳥的 甚至我還記得很清楚 我武專的時候有一個同學 他不曉得怎麼搞的 去弄了一個望遠鏡 我們就說我們要去看海 那個望遠鏡才拿起來啊 沒多久就有一個阿平哥跑來了 叫我們說離開離開 望遠鏡都是敏感的東西 所以大家今天在聽等一下客廂跟我們聊到他跟何華人的野藍之旅的時候 先要有這樣的一個背景 那是解嚴前戲的革命的那個摩托車之旅是兩個少年人他們要充絕網羅 然後他們終於隨著時代的改變 他們繼續用他們的腳 用他們的行動去測量這塊土地上面的天上的鳥 然後地上的步道什麼的 終於一個 成為了今天我們大家所知道的國民作家 最好的生態作家 另外一個雖然不幸過世的 可是我們知道 台灣鳥板化的第一人 而且他的鳥板化的話是世界級的 我今天其實另外還有一場 其實沖堂了 但是我覺得我應該要來這邊開個場的 最主要原因除了要提醒大家這個背景之外 另外一個是 我覺得我很榮幸竟然受華人的委託 完成他最想要完成的三部書 也就是大家所看到的那個荷華人的版畫 《席谷裡的貓頭鷹》 還有《油准》 還有一個《花劍小霄》 我們在今年三月的時候把那個書出出來了 那今天的話也有帶來就放在外面 大家如果對那個書有興趣 可以等一下也可以去看一下 看看荷花人他是一個如何偉大 而且如何是為什麼我敢稱他說他是世界級的版畫家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我的引緣就到這裡 因為大家主要要聽的還是聽柯香 謝謝大家 非常謝謝 非常謝謝副元安老師 聽老師這樣開場 讓我覺得可以看到很多劉克翔老師跟荷華先生一起到那個 到外面衝撞的畫面 很多那種電影畫面都出來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請就是大家可能是我們國內覺得 提到自然書寫自然觀察 甚至是行旅的第一人 劉克翔老師來談今天的講座 歡迎劉老師 我站在這裡 那個線上直播看得清楚嗎 很清楚 好 我就開始講 先放第一張 然後開始今天的演講 我選擇這張放第一張是因為這一張的攝影者 我猜應該是攝影家林國昌 大概在1983年或84年的時候 有一天他經過我的辦公室 中國時報人間復勘的時候 轉過去拍了這張照片 那時候我正在打電話何阿蘭在這邊笑 那時候我們兩個同居在一起 我們兩個同居的唯一的理由就是 我們兩個要一起去賞鳥 這個階段是這樣子 那背後那個女孩子我猜應該是 金橫偉先生 中國時報人間復勘主編 金橫偉先生 他從美國回來跟他太太回來 那應該是這樣的 所以我時間大概判斷應該是1983或1984 這個時候我們兩個 一位是我在中國時報 在對面的中國時報每週版 當副刊的編輯 而他是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你每次打開報紙有一個報紙副刊 當時用手工剪貼的 每一天幾乎都是何阿蘭貼的 當時的何阿蘭才開始賞鳥 還不懂鳥長什麼樣子 我騎著摩托車告訴他這是什麼鳥 他慢慢的記 是這樣的情形的 然後在這個時候 何阿蘭進到中國時報人間復勘 是因為當時之前的主編剛好換人 之前的主編是紙上風雲第一人 高信江先生 當時要進中國時報人間復勘非常不容易 我唸出來的每一個名字都會嚇死人 那個時候何阿蘭進去是因為他是 我記得是復興美工 因為他是第一名B.A.做版面做得最好 還不是畫插圖 畫插圖還輪不到他 當時畫插圖的人 等一下你會看到叫做林崇漢 當時人間復勘那種很壯觀的版面的 都是林崇漢畫的 何阿蘭只能貼版面 然後弄一些小花邊在那裡 我從來沒有看到過他的插圖 在人間復勘出現 所以當時他是個苦工 我每次進去就說小朋友你好 就是講何阿蘭 然後我是大朋友 好那這張放這張是 那時候我們已經認識大概 已經住在一起了 可是我現在把這個故事 先稍微往前 先談我怎麼去賞鳥 然後何阿蘭怎麼坐上我的摩托車 這一段我稍微先把它 重新把它回溯一下 這張是1980年 大概6月7月 我在我的軍艦 911號建陽驅逐艦 我是軍隊每一艘軍艦的 稍微直跟官 航行直跟官 可是在休息的時候 沒事做偷偷的在釣魚 還好現在的海軍大概不可能有這種事情發生 不然的話這張照片如果出去在現在 那就完了 好 這是在澎湖 在測天島 但是我在基隆 也一樣這樣釣魚 到蘇澳到哪裡 通常都會釣魚 為什麼沒地方去 下面的海很清澈 所以我通常會有這樣的畫面 好 這是我當兵的時候 我當兵的時候 非常的無聊 會釣魚 但是我也會注意到 鯨魚 應該是說鯨豚 那邊有很大的鯨 就鯨 鯨魚 鯨魚的話 那個故事就另外一個故事 我就不講了 反正就是聲浪會撤到鯨魚的聲音 會看到海豚飛起來 但最讓我震驚的是 我第一天到左營軍港報到的時候 是1980年1月2號 為什麼知道 因為那天海軍的軍艦出海去演習 然後回來接我 那天我坐在碼頭 等了三個小時 看到的就是 現在我們所謂的黑渊 我到基隆也看到黑渊 因為黑渊 我開始 把 其實我那時候只是一個年輕的詩人 寫詩 這個時候 我開始寫 我們當時叫做老鷹 開始寫老鷹的故事 寫短短的掌文 寫老鷹剩下多少支 然後 這樣的文章我就開始記錄了 但是 寫了還不敢發表 只是記錄而已 主要是1981年的 5月20號我退伍 那時候海軍預官退伍 不管是哪一個 第一梯次都是5月20退伍 5月20退伍 5月21號我頭還離一個小光頭 我去找一個人 這個人非常重要 因為他家就離我家很近 騎腳踏車就到 那個地方報到 那個是台中鳥會 你看看 你看看 我5月20退伍 21號我不是去找工作 我先騎腳踏車 去跟台中鳥會報到 但是我不知道台中鳥會 是什麼樣的單位 我只知道很多的鳥的訊息 是從台中鳥會出來 剛好在我家旁邊 說我想去看一下 台中鳥會長什麼樣子 所以我那天就去了 然後 這個是後來我去賞鳥的 最主要的地點 就是大肚吸一口 佐水吸一口 但我想要先介紹的是這個人 那這個是今天有一位在座的 一個朋友提供給我 因為 提供給我 我說我把它拿來用 這個是 台中鳥協會的鳥類專家 吳森雄 他的背後是信天鋒 我特別把這個放出來 這是大部分 我猜應該是他做的標本 我1980年5月20號去的時候 而吳森雄看到我 一直懷疑我是警種的 因為我李光彤 然後 然後看到我 你很難想像 一個鳥類專家 看到一個很熱情的 想要看鳥的年輕人 他第一件事情做什麼 把我偷偷的帶到他的鐵工廠的 我都不曉得房子在哪裡 轉來轉去 轉到他的 臥室去 轉到臥室去做什麼 他走到臥室的時候 他還東看西看帕拉太太看到 然後接著就從那個臥室裡面 抽屜打開來 裡面全部是鳥蛋 他收集的鳥蛋 然後看完鳥蛋 又跑跑跑到最頂樓 就看標本 這個標本對我來講 其實我一點樂趣都沒有 我的樂趣後來變成兩個 第一個是他後來跟我 第一個樂趣是後來我遇到 何花人的時候 因為何花人要畫鳥 可是他沒有圖片沒有照片 那怎麼辦呢 他就是要 他只好跑去 買門票去台灣省博物館 就是廣前路人博物館 去看那種標本 可是你知道那個標本 都是日據時代 那個鹿野中雄那個年代裡面 做的標本 每一隻鳥都褪色了 地質看起來就黑黑的 灰灰的好像烤轎出來的 這種鳥一堆 沒有顏色 那八色鳥哪有八色 只有一個顏色 什麼都是 都是核色灰色 那怎麼辦 我說你 這樣子有一天我帶你去找吳神雄 他那邊的標本 你才能夠 因為畫鳥人他把色畫對了 他才能夠畫 所以我那時候 就想要去找吳神雄 主要是這個原因 好 可是吳神雄第二件事情 讓我很震驚的是 我那一 第二個禮拜 我就跟他去賞鳥了 我沒有望遠鏡 所以是借他們的望遠鏡 帶著出去 那時候我看到的鳥是 第一隻鳥叫做高翹橫 當時高翹橫不像現在 在台灣到處都看得到 在當時很難看得到 我看到就很興奮 因為我覺得我好像 很有跟鳥很有緣分 然後吳神雄就跟我講了一句話 他說小朋友跟你 年輕人我跟你說 你只要看到那一種鳥 你這輩子以後其他鳥都不用看了 什麼鳥 短尾信天鋒 就他現在背後那一隻 後來我寫了一本書 就是寫短尾信天鋒的 永遠的信天鋒的故事 那時候我寫了一個小說 主要是受到他的刺激跟影響 因為他講完以後我就翻 那個鳥類圖鑑 1940年就從台灣消失 所以我對這種鳥會有興趣 好 那這個是 這裡面都會跟何阿倫 慢慢有一些緣分的牽連 我跟吳神雄去商鳥 因為不懂鳥 剛開始都是他帶我認識 可是我有一個好處是 作為一個作家 當時我會對某些東西有興趣 而且那時候已經是記者 那時候為了商鳥 我在台中的台灣日報工作 當副刊的編輯 我這輩子最夢想的事情就是 當副刊的編輯 每天騎腳踏車上班 然後喜歡看書寫書品 當時就這樣子 我從來沒想到要當作家的 或是想當一個副刊的編輯 那志願好小 當副刊的編輯 然後我在吳神雄家 他給我看鳥蛋標本 可是我對這個一點興趣都沒有 我看到是角落的 這些沒有人要的 什麼鳥會的通訊錄 那為什麼對這個有興趣呢 通訊錄裡面就有名字 我那時候就很好奇 你看1966 中華民國66年 我就很好奇1977年的時候 到底是哪些人加入鳥會 他們為什麼去看鳥 我喜歡找這個資料 當然還有是裡面會有一些鳥類 譬如說他們有一些紀錄 我很好奇 譬如說左營軍港北邊的園中港漁溫 每年都可以看到高橋横 這裡就有寫這一句話 我就很好奇 這個當時它是什麼紀錄 怎麼到了 這些資料當時鳥會 他們有這些紀錄 可是比較不會去重視 我就把這個東西都全部收集起來 收集起來做什麼 我想有一天 我可能要寫到鳥類文章的時候 我就需要這些東西的 好 那這都是我收集的 包括當時在1970年代的時候 就有這些鳥類的期刊 那其實這裡面 你都可以看到一些 譬如那個裡面有一個第127 127的目錄 有一個寫環景文在台灣的繁殖報告 這個是這樣的報告呢 後來的也刺激了我 去寫了一本動物小說 叫做《蜂鳥皮諾查》 這個都是後來的話 只是這些東西 我在收集這些東西的時候 是把它放到我的文章裡面 那個時候何花仁跟我是不認識的 但何花仁那時候 我們有個緣分就在人間覆刊 因為那時候我寫這些文章 老實講是一個菜鳥 會寫一些鳥類的文章 然後就投稿 我記得我投到 人間覆刊的時候 第一次投三篇文章下去 投去了三個月沒有消息 結果有一天突然就 結果有人打電話給我 就是高信江先生 那個也是非常奇特 他打電話給我就說 你是劉柯香嗎 我說是是 因為我們對人間 對高信江非常崇拜 我說高先生 他說我是高信江 嚇一跳 那個感覺好像中了愛國獎券 他說你的文章寫的 鳥類寫得很好 你要多寫多給我們 我相信他對每一個年輕的作家都這樣講 每個年輕的作家一定都瘋掉了 都全部繼續 能不能看出來是一回事情 可是那天講完的時候 第二天他就看出來 處理的人就是何華人 好 這個故事很長 就是當時我還問一下 到了人間覆刊 後來我去人間覆刊 跟他們熟的時候 我去問一個人 就是現在以前的 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長 叫做王煥生 他當時也在副刊 人間覆刊當編輯 我就問他 當時高信江 我們都叫高公 高信江高公打電話給我的時候 你有沒在場 他有 他說 他說那天 他把我文章放在退稿 一疊退稿 他也把他放在那裡 他說因為稿子太多了 根本不可能給這些年輕人 所以放了一疊在那裡 都在他的旁邊 高信江進來 不曉得怎麼放 就看到我的東西 就拿過去看 看著說這個稿子怎麼可以退稿 然後就 然後就跟 不曉得跟誰要的電話 就打電話給我 我真是這麼運氣 這麼好 就跟他 就這樣中獎了 但重點不在這裡 重點是 各位看到右邊的這個板面 何二仁當時還不會畫 會畫畫 但是不敢把畫拿出來 因為 人間覆刊美術署 有一個非常 厲害的畫家叫做林崇漢 這是林崇漢畫的老鷹 是現在看起來 當然就是那種比較兇 沒有看過老鷹人才會畫成這樣的老鷹 這種形狀的話 但是你還是很生動啦 還是很生動 但他會畫成這樣子 可是你看看他是編輯 他是整天貼板面的 林崇漢是不貼板面的 林崇漢只有來這裡畫一畫畫 然後就回家的 林崇漢是這種 就是說他是一個被高信江 或者說連中國時報的董事長 余紀中都把他當作一個寶 一個插畫卸的紙寶 所以林崇漢來就是隨便畫一畫 然後就回家的 偶爾會有一個人 幫荷花人說 你做得很辛苦 我來幫你貼板 幫他貼板面的 這個人是詩人叫做羅志誠 羅志誠也貼板面 這麼重要的詩人 當時現在來講 已經是台灣數一數二的詩人 他還在那邊貼板面 你就只知道林崇漢當時人才有多少 王煥生 中原院的副院長 歷史學者也在那邊當編輯 都是這樣子 那這個版面的話 你不曉得做了多少版 你知道那貼板是 那貼板不是隨便就貼一貼 也不是隨便畫一畫 他必須把每一篇文章 看一遍 然後知道怎麼貼這個版 看完的時候 那我們在做什麼 我們就是在這邊做校隊 錯了哪個字 就跟他講然後貼 然後他就一個字一個字挖的貼進去 不是電腦排板 是這樣子貼上去 所以那一整天坐下去都四五個小時 那剛剛 會員問說 那你們怎麼商量 我們兩個真的很厲害 兩個人住在一起 早上六點就起床 在永和 有時候就騎到永和世界豆漿那邊 喝豆漿然後再出發 騎摩托車 一起就騎到了關渡去 那很遠 現在想起來實在是 不知道哪來有這麼多的體力 可以騎到關渡賞還鳥 覺得不滿足又騎騎到淡水去 淡水線從來沒有做過 在那個階段 全部都騎摩托車 那這就是何華人在養成裡面 雖然這個很苦 自己的話還不能上版面 只能幫人家做抬教 可是那有一個意外 就何華人因為他要貼板 一定要把文章看完 所以他把所有的文章看的時候 這是一種文化養成 他比更多人 更很多編輯或是美術編輯 他可能更知道 小說誰的小說是寫成怎麼樣 他會看到這些東西 我的文章也是大部分都是 當時他貼的 會對這個鳥有興趣 所以我一到中國時報報到第一天 報到的時候何華人就開始跟我談論 就開始跟我討論鳥的問題 但那個時候他知道賞鳥 但他還不知道 我怎麼跟我去賞鳥 是有幾次 每次都看到他大概五六點進來上班 要做到晚上大概一點兩點才下班 他每次看到我也是五六點進來 進來的時候整個人都髒兮兮的 全身流汗的髒兮兮的 臭的鑰匙然後躺在那裡 都快累得都快累得都已經沒辦法工作了 就是說要上班的時候已經累得快 好像去做完工回來才要上班 他覺得你這個人怎麼搞的 然後知道我去賞鳥 然後背包裡面都是 那個背包裡面都是望遠鏡腳架 他就覺得 這個看起來是一個很不錯的生活 所以有一天他就問我說 我們可不可以住在一起 那時候我還嚇一跳 因為他那時候住台北市 你幹嘛要跟我住在一起 然後他就說 因為他想賞鳥 我說好 那這樣子我們就 我那時候資深北上也沒什麼事做 然後就 兩個人就 就這樣子 在一起了 好 然後 當時我寫的文章 他貼在版面裡面 後來寫了一本書叫做鋁式雜記 這本都全部寫鳥 現在看起來實在是不能看 不能足讀為什麼 當時寫鳥寫了一大不讀 但是 這本 因為在1983年出版的時候 1984年出版的時候 台灣沒有寫這種自然觀察的 鳥類的文章 我出版以後 後來大概在五六年前 遠流出版社還想把這本書拿去出版 那我就問何阿仁 我再把這本書重新 印出來你覺得怎樣 他說這種 你那個文章 他說 你自己敢看嗎 我說我不敢敢 你不敢看你還敢出 算了好那不要出 可是事實上 但這裡面有一個好 有意思的地方是 他在中部 佐水溪大渡溪大安溪 中部的山區 的一些鳥類的紀錄 的一些觀察的行徑 這本書都寫下來 只是說當時的一些觀察的描述 真的是 真是菜鳥才會寫出那文章 或者沒有看過鳥 才會寫出這樣的文章來 好 這個是一個過往的一個趣事 何阿仁是一個鏡友 他講話很直白 退伍的時候 這是我買的望遠鏡 一定要跟各位講 因為當時退伍的時候 不只是海鏡 山鏡 連買個望遠鏡都買不到 所以必須到哪裡 到台中港 台中港那個時候有那種 所謂的私貨的那種 外來的那種 去買了一個 那個望遠鏡根本不能看鳥 只是好看 外型好看 重 然後掛在脖子上 你會覺得 掛不到兩個小時 這裡有血痕 然後拿起來看 看鳥 看不到一分鐘 你的頭就開始暈 這個只能給你裝飾給你看 後來我每次出去拍片的時候 都拿出來給人家好看的 就是裝飾而已 根本不能使用 好 但那時候到台北來的時候 也沒有望遠鏡 只好帶著這個 但最重要的 不是這個東西 就是這一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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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時候也不是我喜歡 山陽野陽一二五 所有的年輕人 都愛了 這個封面 當時是在戶外度假出版社 外面的封面是這樣子 有時候他的封面更 更燒 所謂更燒是什麼 他賣山陽野陽一二 他是這樣賣的 我是這個 穿這樣那時候已經很大膽了 現在當然不怎麼樣 就這樣會笑死人太保守了 當時這樣出來的時候 是告訴你什麼 假如你有山陽野陽一二五 你可能會有這樣的女朋友 就好像你在開法拉利 旁邊一定是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子 大概有這樣的一個隱遇 當時有這樣的隱遇 所以當時在賣山陽子 那天也是這樣子 那我看到這個我們當然 我那時候會心動 心動不是這個女孩子 也不是山陽野陽一二五 我當時會心動是 山陽野陽一二五後面的海 那時候我以為 山陽野陽一二五可以在海邊騎 因為那時候我常要到河口去 去賞鳥 我想說那如果這樣的話 那時候不是每一條到海邊的路 都是 都是柏油路 只要泥土路 你都不一定會騎 騎摩托車騎到泥土路 很容易摔倒 你如果不會常騎的話 但是參選野陽一二五 當時給我 我著迷是這樣子 後來就買了 一起就發現 騎山路可以 騎海邊 真的還是不行 那不管怎樣 我就跟河口阿倫 騎著這幾個 在台北 開始我們的自然觀察旅行 這張照片 應該是稍微晚 1987或86的時候 你看我兩個戴著帽子 就知道我們兩個有多好 帽子大概長這樣 大概就掛著 然後兩個開始賞鳥 那時候賞鳥呢 先跟各位講一下這一張 這個照片 這個望遠鏡 這個望遠鏡 後來 我們去沙倫何口賞鳥的時候 就丟在那裡 忘記帶回來 所以以後你到沙倫何口 萬一有看到這個望遠鏡 那就是荷花人的 但是為什麼賞鳥人 會把自己的望遠鏡放在那裡 然後忘記帶回來 在那個年代 待會我再講另外一個故事 你就可以明白 這個很重要 今天荷花人會變成一個鳥類版畫家 是跟這個望遠鏡的不見有密切關係的 所以我待會我先賣個官司 先不講 我先講我兩個怎麼賞鳥 剛開始荷花人是菜鳥 菜鳥的時候就想畫鳥 那想畫鳥 我剛剛講過 他一定要買門票去博物館去看那些標本 然後回來跟我講 因為跟我出去都看不到好的鳥 不是不看鳥 沒有好的望遠鏡 看不到好的鳥 那就在博物館去看 不然就看圖片 那我一直想要帶他去 看我身上那個標本 那我們住在一起 最有趣的就是 我的冰箱裡面 有一堆鳥的屍體 撿回來就包起來 所以我們每次買牛奶回來 放在旁邊 就有屍體在旁邊 我也很好 我無所謂的就隨便放著 反正我知道他要畫 把鳥屍體撿回來 是最現成的最新鮮的 他要那個顏色 感覺觸感 然後他要畫他 他這個時候 他已經對這個有興趣了 好 那另外一個是 我們騎摩托車 在關渡賞鳥 1982年的3月 他開始跟我出去第一天 他坐在我後面 因為我是老大 他不懂得怎麼賞鳥 那我們騎出去 春天的時候 我記得那個時候 插了一些央苗 水田第一起到 開始插出去 剛才央苗 那時候剛好是有一種鳥 水鳥叫鷹斑玉 非常非常多 都停在那個水田 然後我們騎摩托車 經過關渡的時候 騎過去的時候 所有鳥都飛起來 那飛起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樣不能 這樣再騎下去 會看不到鳥 所以我就停下來 我就給華人一個任務 就是說 你等一下 我們只要到一個地方 覺得有鳥的時候 你就繞一圈 繞到那個地方 那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你就稍微動作大一點 把鳥趕出來 趕出來做什麼 就讓我看 讓我看完了 我再告訴他這是什麼鳥 然後他就出去 所以他說這樣 不然就是 有時候 Standards 有時候覺得看不到鳥 我就叫他再佔讓羊 躬高一點 因為他人比較小 我叫他站高高的 抓住我的肩膀 看看哪裡有鳥的時候 我們就停下來 有兩個人再去看鳥 我們是這樣子 這樣的旅行 這樣子 他還慢慢的接觸鳥 他不是一開始就畫板画 是畫水彩 根本不知道板畫是什麼東西 那是完全不清楚 好 可是這樣子看日子也就這樣 這樣子過下去 這就是關渡我們當時最常去的地方 那最常去的原因是因為 我當時傻傻的 笨笨的 想要找一個點 要做一年的觀察 那這做一年的觀察的時候 需要有一個小幫手 那他就做我的助理 類似這樣子 反正就住我旁邊 沒事就跟我出來 他也沒有女朋友 或是說要追女朋友也追不到 然後就反正就跟我出來 也就是這樣子到處跑 這裡是跑另外一個最重要的重點是 沙倫河口 剛剛那個角紅啊 傅月安提到 這是從觀音山派出去的沙倫河口 這裡呢 現在是個港 但是當時這個港這個地方 整個是一片沙丘 一片大沙丘 現在2004的時候大概拍出去這樣子 可是在1982年 83年的時候是一片大沙丘 那個沙丘的長相是什麼樣子呢 你看了真會感動 那沙丘是這樣子 其中一個碉堡 我要拿沙挖鏟子去挖 躲在那邊看鳥 當時看到這個 我的震驚是 我一直想去西域啊 那樣的環境濕路 看到那種 你不覺得就很像濕路嗎 我台灣怎麼會有這樣的地方 我就 但是怎麼進去 剛剛 有提到 真的海防在那裡 他們守在那個森林裡面 看著這個地方 有誰出來 他就開始逼 那我們都怎麼樣 我們都是繞圓路 偷偷的躲進去的 所以有時候 一邊躲軍隊 一邊在賞鳥 你知道那日子有多苦 會躲到什麼地步呢 有一次我們兩個不小心 有一次到宜蘭的南洋溪口 兩個人下來走進去 我開始在拍鳥 他也在後面 突然間聽到咔咔 那種槍子彈上膛的聲音 我兩個嚇一跳 以為是獵人要在獵鳥 那個槍是對著我們 對著我們為什麼 因為他就說 你們來幹什麼 那個時候誰在賞鳥 我們兩個又穿著迷彩 我穿迷彩裝 他沒有 穿迷彩拿個長桶 我那時候拿長桶棒眼鏡 然後又戴個雙桶棒眼鏡 穿迷彩裝 他當然覺得你是小偷 就匪諜 然後我還拿出我的 台中賞鳥會的證件給他看 賞鳥還有這種證件 賞鳥在家裡 還有這種是什麼 台中什麼鳥會 他搞不清楚 結果那天底片全部被抽光 抽光就是不准 就把它曝光掉 就完全沒有 那時候就會有這種海王 勢兵會做這種事情 好 那沙倫河口 關渡 我這樣觀察的時候 其實那是一塌無土的觀察 為什麼一塌無土 那時候我自己懂的鳥也不多 然後就努力的看了一年 但是我們兩個也做了一些 文青就是會做出這種 讓你覺得實在現在想起來很羨慕的事情 我的背包裡面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書 就是Rachel Carson的海風下的生物 這本書 我們一般都讀Rachel Carson都讀那個寂靜的春天 海的故事 可是這一本1940年代 它最早寫的海風下的生物寫四種鳥 其中有一種是 類似冰譽的這種鳥 是它的主角之一 我受這本書的影響 然後我會帶著這個書 也沒有翻 可是在沙倫海口走的時候 覺得裡面有一本是這樣的書 我覺得我很充實 看不到看鳥不重要 覺得很充實 那何華人又跟著我就覺得說 你怎麼去廣文書籍翻的運行 我兩個就在那邊 反正會有這樣的故事 就是Rachel Carson的書 我會帶在身邊 一直翻 然後想像著紐約東岸 因為Rachel Carson寫的是紐約的太平洋氣案 就紐約東岸的海邊 我就想像著這個海邊 如果在台灣會是什麼樣子 這本書裡面有很多的故事 是跟台灣有扣合的 好 這是文青所以會帶這個書 然後 我在現場 在那個沙丘裡面 在冬天的時候 我會看到這些鳥 什麼東方環景城 蒙古鐵水城 東方環景城就變成了 我後來失業的時候 我用一個月的時間 把我在淡水河口 一年觀察了日記的心得 寫成了第一本小說 就是鳳鳥瓶火場 是這樣子來的 然後這就是鳳鳥瓶火場 其實裡面的茶圖 有一些是何華人幫我畫的 剛開始 不是我畫完以後 他幫我指導然後再畫一畫 所以 當然我後來畫得比較好 剛開始是何華人幫我畫的 這也是何華人我記得他設計的 好 這是我的這邊的故事 但是旁邊的協助者都是何華人 何華人一直到這個階段性 都還不是一個 他自己畫畫 但還沒有 還沒有到一個 把版畫當為自己的 一個重心的一個 喜歡觀鳥的一個美術工作者 應該是這樣講 可是這個時候已經在慢慢改變 改變在哪裡 改變先 還先在這邊 先暫緩一下 這一張是何華人幫我拍的 1983年4月 我們在觀察一些水鳥要回去的時候 何華人會 他真的是很好的助手 因為什麼 他都會偷偷拍我 拍了我非常非常多照片 幾乎都他拍的 這種構圖就知道 一個只有像他這種美術編輯 知道怎麼構圖拍攝 才能拍出這樣子 讓我想像不到的照片 這張照片 後來我就把它拿去 照我的一本書 那本書我現在都不敢拿出來 我覺得那本書因為錯誤太多了 只是一個好玩的書 可是那本書影響很多人 那本書叫鋁鳥的驛戰 這張照片 也影響了一個人 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這張照片不是我拍的 其實應該是何華人影響了他 是齊柏林 齊柏林 他那個時候他是敦序高中生 敦序高公的高中生 陽明山那個 齊柏林他有跟我講他不是很會讀書的 所以他讀到那裡 可是你不要輕忽 這個學校的學生 像齊柏林你看 他那個學校他雖然上課不認真 可是他會去翻很多東西 他會注意關渡的消息 當他看到那本書的時候 他很震驚 震驚不是書裡面的資料 我是那張照片 剛剛那張照片 他覺得這個人這樣子拍自然的東西 我應該也可以 因為他說喜歡攝影 所以後來齊柏林有很多的回憶 就提到說最早回憶就是 他覺得是我啟發了他 主要就是那張照片 其實應該是何華人拍了那張照片 啟發了他可以做這件事情 好 這是何華人 可是那本書出來還有一件事情 那本書是 我放右下角 不好意思 因為寫得太爛了 我不想放太大 就右上角 這本書 雖然寫得很爛 可是他的匪頁有一句話 真的會讓人家感動 那句話叫做本書捐贈給 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 我現在不知道這個協會還在不在 反正當時捐給他是因為 那時候賣了兩萬本 書寫得不好 可是賣了兩萬本 你知道 顧願人都知道賣兩萬本 是現在想起來 那不得了的錢 多少錢 我居然捐贈出去 我花了一年 我跟何華人騎著 野狼一二五 跑了一年多 寫完了書 不要說花了錢 拍了底片 就這樣把他捐贈出去 為什麼要捐贈出去 因為我覺得 跟何華人講說 我們能夠看起來就很快樂 不需要什麼東西 所以就把他捐了吧 就這樣捐了 捐了也就算了 這個是 也沒什麼 有一個導演叫做劉慧明 他拍16厘米那時候 這16厘米紀錄片 有一天就跟我約在台大 有一家咖啡廳我還記得叫做粉紅豹 卡通裡面有一個粉紅豹沒有 我還久遠記得那家咖啡廳 喝咖啡還是我請他喝的 兩個人坐下來喝 喝的時候他就把這本書拿出來 把肥葉打開來 他說劉先生 我看到你這個肥葉非常感動 我現在我以後就不拍什麼膠紙桃那些 我都不要拍了 我決定要為自然生態環境奉獻我的一分心力 所以我要16厘米來拍鳥 聽完16厘米拍鳥 太棒了 這拍電影的可以拍鳥 但他說要拍 可是他有16厘米可是他沒有車 他住在木造萬方社區那裡 他說他想去關渡拍 他想去淡水河拍 這是淡水河 他說可不可以跟我合作 他說你既然已經捐贈出去了 可不可以再幫我 結果我又花了一年的時間 每天騎摩托車 山陽野人和125 載著這個16厘米 他還不怎麼樣 他主要是載16厘米 就這樣騎過去 騎了一年耶 這位摳鋼一毛錢都沒有拿 只是為了什麼 那時候也不曉得為什麼 就是想要完成這個心願 就拍完了 他跟我借錢 他也沒錢還我 他連牙齒 因為牙齒 他的牙齒不好 他連整牙齒的錢也沒有 幾乎整個也是窮關檔一個 好沒關係 反正這個事情都過去了 當時反正一個人也無所謂 可是30年後 看要看30年後 也不是看30年 我看差不多30年 大概三年前吧 劉衛銘 有一個退休儀式 類似退休儀式 他把他拍的片子 包括拍我那個片子 全部捐給林務局 免費的不用錢的 他不捐也不行 為什麼 這個放到他家裡 他怎麼住啊 那個 而且他冷 這不是住的問題 這底片都要冷凍耶 你光是這種冷氣是不夠的 這樣冷凍要保存耶 所以他捐給林務局是對的 捐的時候有一個儀式 所有幫助林務局 他的貴人都來幫助他 注意喔這裡面的貴人 其中一個很重要 我旁邊這一位 金彤彪先生 是他給何阿仁 看到了另外一個鳥的世界 我給何阿仁的只是朋友友情 我給他看鳥的知識非常淺薄 甚至於還教導了錯誤的方向 我基本上我覺得個人是這樣 但是金彤彪一個學者 他給他一個空間 讓何阿仁去六龜 在那個地方開始摸索 或找到了自己接下來更清楚的方向 這個是 但李金彤彪也不是為什麼在這裡 他不只是何阿仁 他也是因為劉衛銘 因為拍拍我那個紀錄片拍到 到後來沒有錢的 我實在沒辦法再幫他 沒有人會瘋 坐人不可能每天都騎摩托車 載著16的一米幫他去拍片 當個這種勞工一樣去拍 然後拍他後來我也要結婚 我跟劉衛銘就講說 我沒辦法再這樣幫你 沒辦法他只好去找第二個苦主 苦主就是金彤彪 好像他是公家的機關 金彤彪就說那你來 來六龜好了 我六龜 你要給你吃住 其他事情也不能給你 那你就跟我好好拍 結果他就拍台灣南雀 台灣的第一部紀錄片 台灣南雀就是劉衛銘拍的 就是這樣的一個故事 但這個也是跟我的緣分 那我們現在回到何阿仁接下來 我們兩個還是繼續關渡結束的時候 我們兩個真的是整個全台灣跑光光 只要是可以去的風景區 只要可以到的海邊 海邊不容易到 我們坐車到新竹的克亞溪 去賞鳥每次都走六七個小時 我沒有去的時候何阿仁自己去 何阿仁去的時候每次回來奇怪 我去的時候我們兩個看到的都很少 可是他每次去他就看到很多 我就覺得奇怪 怎麼你去的時候都看得比較清楚 他講的又覺得他真的是有看到這些東西 譬如說環景志 就西亞安中沒有 他居然在克亞溪看得到 我說我去他多次都沒有看到 我們兩個都沒有 那我們兩個有一個共同的心願 不是共同的樂趣 或是說那時候現在回想起來 才知道原來去克亞溪是這麼的美好 就是我們去克亞溪的時候 坐火車到新竹火車站要買乾糧 你不能吃貢王跟米粉 對不對你要買乾糧 要到克亞溪走六七個小時 結果我們去吃了水冷餅 買了水冷餅一包就這樣走 喝了也不敢跟我講 就是他不喜歡水冷餅 他不喜歡吃乾糧 他是個美食家 後來到他年紀大的時候我才知道 他喜歡喝美酒喜歡吃美食 只是看到我的時候 都不敢跟我談到這種事情 我吃饅頭他也跟著我吃 跟著我受苦 他喜歡吃美食那個時候 後來我看那天 他怎麼跟其他朋友都去 都人家帶去吃一些好吃的東西 都不會跟我 反正那時候就是吃水冷餅的年代 兩個人就走走四五個小時 然後吃水冷餅 喝白開水然後就等著看鳥 這樣子的過日子 好 這裡是 南洋溪 這是他拍的 這張就要告訴各位 何阿仁 我們兩個去新竹 能去的地方就去北海岸 別流 然後南洋溪 是坐公路舉 坐到南洋溪 過那個橋就下來 然後就走進去 慢慢走進去 走一整天 一直走到南洋溪跟東山河的河口 這個河體我們最熟悉 可是這我特別寫了一個 三個人 一個 那大概是1984還85 有兩個年輕的商量人 一個叫陳定坤 一位叫張偉上 他們是師大 呂光陽老師 就是兩溪爬蟲類的專家 呂光陽老師的學生 助理 他們兩個跟著何阿仁還有我 有一天我在南洋溪的時候 走到南洋溪過很長 走到那裡都沒有人了 只剩下我們四個人 也沒看到什麼鳥 決定回家了 突然間不曉得為什麼 好像有人爆說 在更往前走 有一種鳥叫突鼻鴨 問我跟何阿仁要不要去 我們兩個反正也沒事做 又繼續走 那其他少鳥人也有一些 就覺得太晚了不要 可是他們兩個就繼續跟著我們 那兩個人 那時候我跟何阿仁都小小有知名度 一個畫鳥一個叉鳥 在報紙發表 他兩個把我們當作崇拜的人物 所以跟在我們後面遠遠的 保持十公尺的距離 那為什麼這樣我也不知道 他就很害羞 然後我們走 看到了他們就跟上來 就這樣一直走 所以有一天大概過了 好幾陣子吧 有一天何阿仁就跟我提到 你知道有一個人 你就寫這兩個人名字 陳定文我認識啊 他是一個畫家自然畫家 那個王家祥的朋友 曾經來我家很害羞 這個我後老就認識 那張偉煞呢 我說我不認識 那張偉煞他就拿照片給我 我說見過好像這個人 他說他們兩個人為了賞鳥 跑去中國西藏自助旅行 結果下來因為車子走不動卡車 省錢就坐卡車 然後來幫卡車推車 然後後來就土石流來 聽說了就被土石流沖走了 台灣的賞鳥人 然後去幫志工去幫人家開推車 幫人家推的時候 被土石流推走 衝走了 他們家人當然不能接受這樣的一個訊息 那我當然很難過 因為後來就陸續看到他們賞鳥的一些心得 報告以及他們的心願 像張偉煞他寫了很多的賞鳥的紀錄 你就覺得都是非常喜歡熱愛自然的孩子 沒想到去那邊就不能回來 那我感觸更深的是 因為今年的五月還是四月 我去拍公司的浩克漫遊 重新回到這裡 那他們就問我說 你走到這裡回到你的賞鳥的地方 你的感觸 你最深的感觸是什麼 我走到這裡我突然間有一點小哭 忍不住要掉眼淚 就是那時候四個人 走走走 沒想到現在三個人都已經不在了 那真的是 對我來講蘭陽溪是有一個 也不曉得怎麼說 只剩下一個人 那就繼續大概就這樣子 那這樣是 這位左邊這位朋友 他是傷鳥的一位鳥迷 他吃鳥癡 他提供的照片 這張照片是 你沒有看到何阿仁在最上面 左上角 這張照片要告訴我什麼 告訴你什麼 我們兩個大概1986年的時候 兩個人在中國時報人間婦刊 終於 做到一陣子終於 累了 有一天他就跟我講 他想去六龜 因為跟金鴻彪認識 金鴻彪就是 中國時報人間婦刊主編金鴻偉的哥哥 所以就跟我很熟 他就說他想去六龜 那個地方就是奎林樹的那個地方 去那邊住一年 所以他要辭職 我當時很多人都勸他不要 為什麼 你這個是一個金鴻彎的單位 中國時報人間婦刊那個時候 薪水算比較好 雖然苦 可是很好啊 大家都搶著進來啊 你去六龜一毛錢都沒有 你幹嘛去那裡 可是為了賞鳥 或為了 我想是就是畫鳥 拿到更多的鳥類的樣本 或昆蟲樣本 去畫出他想要的東西 這個很重要 所以他就跟我分手了 就走了 我繼續在中國時報人間婦刊 因為這是我熱愛工作 我繼續當編輯 他就離開了 離開以後 大概半年 大概半年還是七個月 他又回來 這半年之間我當然有去找他過 後來寫了一篇六龜的 去看荷花蘭的上昏 大概 但重點不在這裡 重點是七個月以後 他回來了 那就是 就去了一年 但是七個月回來的時候 他有一次就問我說 要不要去商量 我說好啊 好久沒有去的 要一起去 我們兩個到了野流 到野流的時候 我還是把他當做小老弟看 兩個人就走 拿著放眼鏡 看到一隻鳥 看到一隻鳥的時候 我那時候很深刻 那一隻好像是烏科的鳥類 就是東後鳥來的 Bunking 是一種烏科鳥類 我說這隻叫什麼鳥 大概是什麼鳥 他也看 然後他跟我講 你有沒有注意到他的腳 那個顏色是什麼樣的顏色 我說我看不到 你怎麼看得到 我本來以為是意外 他剛好站到一個比較好的姿勢 可是又看到第二隻 我說我看到這隻叫什麼名字 他又跟我講 這隻鳥有什麼樣的動作 你看到耳朵眼睛 我那時候才發現 他去六龜扮演下來 不得了 那感覺好像去練了什麼劍回來 武術回來 已經比我強了 後來我能夠再走 從此以後 不應該說後來 從此以後 只要是賞鳥 看到什麼鳥 或者要什麼事情 看到什麼鳥的時候 我都跟荷蘭講 你等一下 我先去那邊去幫你 趕一下 弄一下 那你慢慢好好看 再告訴我這是什麼鳥 角色變換 何彎也會為這個很製造 不是說 學教授比我強 不是 那個製造是 很多少鳥人都知道他眼力特別好 好到 他自己的半開玩笑 那半開玩笑是 他好像過世前 因為傅月安大概也有聽到他講這個故事 就是說 有醫生 說他死後 能不能捐 假如過世以後 能不能把眼球捐出來 因為他眼力特別好 人家很想研究他的眼球 好到這種地步 他天生是傷鳥人 我完全不是 我只是一個點燃火種的人 他去六龜改變了 但這種改變還沒有到反化 這改變只是 他很會看鳥 而且當時他在畫畫上 他已經知道怎麼掌握 自然動物的各種顏色 已經開始在 他的眼界從文化文學的視野 進入到自然界 已經開得更廣了 這是 而且已經開始做一些 譬如在這裡說 為什麼這位鳥人去看他 因為當時他已經在做細放 鳥類細放 已經是一個 應該說 已經不是一個畫家 他還是一個鳥類的細放者 已經也是自然觀察 已經走到另一個階段性了 只是我還不知道 或者說 我沒有辦法像他這樣子 好 可是在這種階段性裡面 當他去的時候 我並沒有缺席 在商聊這個議題上 我就是還是被這個啊 那個圓圓那個啊 拿著16厘米那個啊 還是被他伴著啊 還是每天載他去耶 你想想看 從萬方 萬方喔 這樣 站著16厘米還有他 那載到淡水河口 沒收一半天 便當我還買給我吃 他沒有吃 我吃啦 他不吃 為什麼他沒有牙齒 所以他說吃麵包 我買麵包給他吃 我自己吃便當 就這樣子 很辛苦 可是我在想那時候想說 自然 沒關係苦一陣子嘛 反正這種是好事 好事長遠來看 將來都會有好的回報 當時想這樣子 可是 你看我那種穿著打扮 完全是賞鳥 就是穿到雨鞋去 你就知道 那多辛苦 好 可是那時候我有一個夢想 那時候夢想是 其實那時候我不斷的寫信 到跟國外接觸 希望一些朋友幫忙我 做一個編輯的好處就是 我當時我最著迷的是 有一個作家 在美國的CAPCO 那個小腳那個地方 削腳那個地方 CAPCO這個地方寫了一本書 The Outmost House Henry Beisden 就是寫一年四季 在這個俠腳 雪腳這個地方 它的自然觀察 一個小屋蓋在那裡 旁邊就是海邊沙灘 哇這樣的景觀 這就是我要的啊 我那時候很真正 把碉堡當成住一年 住在那裡每天在看沙律河口 那些鳥 從春夏秋冬到底哪些鳥來 我當時想做這種事 要學它在這樣子 這是當時在削腳 美國削腳在東北腳 一個非常有名的地方 變成明信片 這個也出了書 我的朋友寄給我看 希望我能夠寫這樣的一個自然寫作 我也努力想朝這個方向去做 當然沒有成功 但不管怎樣 那是他的書 角落是他的書 那時候我有選了四本 一本是這個 一本是沼澤的 反正都認真的讀了 寄書給我的人 是這位白頭髮的女士 我就是作家洪樹莉 也是一個畫家 那為什麼特別提到她 因為 她來台灣的時候 因為她也喜歡自然 那有一天 這個故事就來了 我要去淡水海邊 要去看那個 The Outmost House的 這樣的亨利貝斯頓的同樣的場景 我的淡水河口給她去看 我就找荷花人 洪樹莉就帶著她的 她的 兒子 洪樹莉嫁給一個猶太人 所以她兒子叫做洪和 是一個金頭髮的小頑童 12歲 也跟著我們去 荷花人很好 她自己的望遠鏡 她自己望遠鏡 沒想到來了一個金頭髮的小男生 看她很可愛 就把自己望遠鏡拿起來給她掛 掛著 然後我們四個人就在那邊走走走走 走去看完鳥走回來 我突然間發現 問洪和說 洪和 你的那個Pinocular 他說不知道 荷花人給她望遠鏡 大概丟到海邊 不曉哪個地方 就沒有 就是那個 那個不見了 我看著荷花人 荷花人笑一笑說 沒關係 我一定會再走回去拿 沒有 要走回去至少要四五十分鐘 他說算了 他就這樣回去了 好 這樣子看起來 他損失了一個望遠鏡 可是在走的時候 洪書人跟他講 他說荷花人 你這個 這個望遠鏡就忘記了 兩個人在談一件事情 你這個鳥 他說看了你的話 你不要不要試著用版畫來呈現鳥類 從這裡 因為洪樹莉 他自己畫畫 他也做了很多的版畫 所以他就跟他講材質 然後談到版畫的事情 鼓勵荷花人 荷花人 終於開始了他的版畫的 鳥類科版畫的 自從這裡開始 從掉了望遠鏡開始 好 從此以後 荷花人就走進了 版畫的世界 這個就是殺人而口 我們就 他掉了望遠鏡的地方 不曉得掉到哪裡 可以去找看看 好 版畫的世界的時候 重點來了 他進入版畫的時候 他的版畫剛開始 刻的時候 一刻出來不是要展覽的 刻出來主要是 他想跟我配合出書 所以我們兩個人 你看在1988年 我寫小小巫的 看我們好詩集的時候 他幫我畫了四隻動物 五隻 都是畫這種東歐 東歐造型的那種 很憂傷的小動物 跟我的獅集搭配 因為當時我們看很多的 東歐的動畫 都很不快樂 東歐的動畫 卡通畫不像 美國迪士尼那種的 也不像宮崎駿那種 不是 都是那種不快樂的小動物 正在走路那樣子 我特別喜歡 他也喜歡 所以我就出了獅集 他也幫我畫 那個在1992年的時候 他版畫中營 在洪樹林那種交流之下 他說你刻版畫 刻了這一本 鳥木刻 那時候有三種顏色 結果昨天前幾天 因為要演講 我就特別上網去 因為我找不到我的書 我就快點去找 就鳥 Google上去 有看到這一本 好高興 那無聊的時候 就順便看 他價錢多少 唉唷 那時候一本 看120塊吧 現在定價居然3千塊 那欸 鳥 3千塊耶 1992年的書 放到現在 3千塊 嚇死人了 這樣的書居然3千塊 內容是什麼 給你看 就是這樣子的內容 他喝個 你看他的版畫 那時候跟現在比 現在跟人不能 那個版畫就是 那時候很菜鳥刻的版畫 那我幫他寫一首詩 這種自然的詩句 然後再看 這也是他刻的 那時候都很深色 很菜鳥 年輕的很刻的版畫 然後那時候就 搭配 我們兩個一文 一詩這樣的搭配 這就是何華人 剛開始刻版畫的時候 深色的樣子 還不像後來的這種 史詩級的那種 那種 讓人很磅駁的 很震撼人的 那種已經非常成熟的 神明最後 跟那個階段性裡面 何華人跟我其實已經開始 進入一個另外一個世界 就是我離開了中國時報 去自力緩暴 何華人也從六歸下來 也去自力緩暴 我們兩個人共同做了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 這方面還是我在帶著他 或者說給他這樣的觀念 就是我們希望從自然史 從過去的歷史裡面 去把自然史豐富起來 所以我在自力報氣 當副刊主編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推出了 早年的自然的觀察者 像羅伯史玉頭這樣的人 或是提到的路野中雄這樣的人物 把過去被忽略掉的 歷史忽略掉的這些 自然探查的 考古人類學民族學的人物 把他拉到這個世界來 何華人 也幫我 當時我記得 那時候他還拉了一個人來幫我 因為很多照片找不到 我們要畫出這些人物 他去找了一個人幫我忙 這個人叫做鄭問 漫畫家鄭問 只有何華人 何華人他有一種奇怪的魅力 就他找誰幫忙 沒有人會拒絕他 就在那個時候 他找無念真幫他 去幫老鷹想揮 去幫他推薦 或是幫他 他就會幫忙 無意義去幫他配音 就是何華人就是 他有很多的人員 在每一個 認識很多人 就有這樣的機會 當然這個都是 這些 找這些東西 其實多少給何華人一些刺激 就是 這個是我們兩個 譬如說我們兩個 跑到圖書館裡面去拍這些 過去一百年前 人家畫的東西 這些都會給他一個刺激 就是說 大家都已經畫到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怎麼辦 這個都會給他一些刺激 好 可是我們兩個 其實已經慢慢 興趣上已經慢慢 躺開分開了 像我 因為遇見了楊嵐峻 我就開始的 古道的探查 歷史人物的追蹤 何華人在這個階段性 他有一個改變 那個改變應該是說 開始 因為賞鳥的能力越來越強 他開始會有很多的鳥有 跟他 切磋 然後所有的鳥有跟他切磋 都會非常喜歡他 為什麼 因為他看鳥實在 他有一套能力 那一套能力 你會覺得你跟他出去 賞鳥是一種非常愉快的事情 你好像跟一個很會喝咖啡的人 一起喝咖啡一樣 可是跟我不一樣 因為我是 看鳥第一個不認真 第二個是 常常都扯西子 都扯到別的地方去 我就是談到很多 你不太想聽的 可是不一樣 他就很認真跟你去談 我自己跟他也是出去以後 譬如說談 我們等一下會提到那個黃於霄或有準 每次跟他出去 他就會講出 他觀察黃於霄的心得 談有準怎麼去抓鴿子 他每次聽完我就覺得 哇你這個是怎麼觀察 怎麼可以觀察到那麼厲害 譬如說有準 他有一次說他每次站在那裡看有準 然後我們就好不容易等到看到有準 那看到就好 看到有準飛就很快樂 他說你注意看看 他說他的觀察心者是 每次鴿子飛過去第一隻 有準都不會攻擊 有只是觀察 他自己猜想 可是有準飛飛 他會先算好距離 等到第二隻的時候 然後有準就展開攻擊 因為他已經算好速度了 所以他就抓到第二隻的機會就大很多 他會用這樣的東西來跟我談 這個我哪有這個能力啊 這要觀察很久 可是我就聽他講這個都是覺得非常過癮 像黃於霄 我們兩個在1987年88年的時候 就跑到烏來去看到了 看到的時候 看到的時候 後來就對黃於霄有興趣 他就會就是對黃於霄喜歡棲息在哪一種環境 譬如說有一種絕類叫癌將絕 他站在那裡 他就開始就跟我講這些比較細索的事情 這個都不是一個像我這樣的一個尋常的賞鳥人 能夠懂東西 河岸就特別的 他就天生是一個鳥人 就這樣子 好 那這個救入探查 這個就不用多說 這個照片 這是史瑪庫斯 這裡面有幾個應該都是台灣現在知名的作家 我就不談 我還是會關心鳥類 譬如黑面披露 我們可能大家會很關心 這個是我做一個自然鳥類報道者 我會去寫他 那荷花人是用另一種表現 他就會用版話開始刻 你會看到 其實荷花人在這個階段性 在90年代的時候 他的版話開始慢慢在跳躍在成長 已經走出了一個新的可能了 重點在這裡 這是在1994年 黑面披露 那一年我在報導的時候 有一群賞鳥的朋友 應該是說台灣賞鳥比較頂尖的一群朋友 他們比較關心猛禽 或者猛禽做為鳥類的最上層 猛禽的生態的分布棲息一直不是一個被 沒有做出來 希望有一群人來把它做出 他們有興趣就組成了台灣猛禽協會 荷花人也就進去了 而且扮演了非常重要角色 猛禽協會的很多的樣張圖標誌 乃至說猛禽協會的成長或什麼 都跟荷漢有關係 他自己也非常熱愛猛禽協會 我想如果他今天不是那麼早離開的話 我相信他會給猛禽協會很多很多的幫助之外 他應該會把很多很多重要的東西 都會捐給這個單位 為什麼 因為只有這個單位 才能夠 我想 他覺得這個單位是他最想要把它 讓他成長 茁壯 所以他自己也願意 一直念念不忘的是跟猛禽協會之間 他也畫了很多東西幾乎都是捐贈給猛禽協會 自己也喜歡觀察 自己本身就是常常被形容是一隻 像猛禽那樣銳利眼神的一個畫家 可是我剛剛講過 我不是一個好的觀察者 可是我就開始慢慢變成一個 蹲在我家的旁邊的一個小水池 旁邊一蹲蹲三連的一個 自稱為博物學者的一個寫日記的一個作家 這樣子蹲的時候 河漢偶爾會來看我 我有兩個孩子 因為有兩個孩子的時候 你大概只能蹲在這裡 你不可能像一隻猛禽跑來跑去的 那蹲在這裡看鳥 那河漢偶爾就來看我 那河漢偶爾就跟我的兒子比較熟 那也常來看我做這種事 但基本上我們已經是不同類型 那這個時候河漢偶爾又有一個很大的特別是 河漢偶爾雖然結婚但他沒有孩子 所以他會很喜歡我兩個孩子常常去找他 那甚至在要走前都還希望我兒子去看他 就知道說他跟孩子的感情 這個是雷湘的作品 雷湘2010年在關渡畫的一張水鳥觀察的作品 那為什麼特別有雷湘提出來 而河漢偶爾他在畫畫或版畫這個過程裡面 他有一群畫畫的朋友 不是賞鳥的朋友 也不是像我這樣子的一個長期往來的朋友這樣子 是有一群朋友會帶著他 他們比較有一種一種樂趣就是寫生或畫人體模特兒 這樣子一個樂趣的一群朋友 雷湘然後林耀棠這樣的一群朋友 而且他們喜歡到處旅行 沿著台山縣去南莊去山王這些老街 去畫一些寫生一些老街的街景 然後畫人體模特兒 這個會讓他繼續有一種畫畫 不是刻板畫的一種畫畫的樂趣以外 還有一個是在練比例練素描切磋比例 那這一點很重要 因為這個會讓他繼續保持有一種畫畫的一種 不會被綁在鳥板畫的 綁在那樣的一個思維裡面 他有一群這樣的朋友 那作家廖玉衛對這一段就非常非常熟悉 他這一段的養成 大概有大概十年時間 他跟朋友之間一直這樣子往來 這是何浩仁最早第一次的 我記得是200年11月對 這張因為那時候用數位相機還不會使用 就拍出來那個上面閃光 閃光 這是我幫他拍的 他第一次的版畫展 第一次版畫展 那這第一次版畫展不是他一個人展 當時叫做自然生態的一個畫家的連展 有四五個人 我記得有賴吉人徐瑋斌有一些 現在大概不曉得還沒在畫 大概有五個人畫 然後五個人的畫在哪裡 就在芙蓉 他的東西好像都在 不是芙蓉 芙華 芙華灣店 都在那裡 差不多大了 廢場 每一個人都擺出去 那時候擺出去賣 大概不到兩三天吧 所有人的畫大概就是 偶爾買一張兩張 然後讓人全部賣光 那時候在想 是不是你的畫比較便宜 所以大家都買 比較便宜 因為他訂價比較便宜 因為每個人畫 彩色的畫都畫很貴 十萬塊 畫十萬塊 五萬塊 還在200年五萬塊都不得了 可是他的畫都大概五千塊 我記得我還 當時還怕他賣不出去 我自己還訂了一個五千塊 我都還嫌貴 那可是 全部都耐光 那時候想說應該是版畫比較卡哇伊 便宜 後來才發現我不是 他的畫 大家非常喜歡他的版畫 那種喜歡 就在他最後一次版畫展展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出來 哇那個真的是 台灣在這個疫情之間 畫展賣得最好的 賣得最熱銷的 或是說大家想要買的 大概就是 核阿倫這個是賣得最好的 賣到他自己都嚇到了 好 但 轉任第一次是200年11月 他開始第一次的版畫展 跟朋友連展 那接下來 才是他個人的各展 因為賣得好的時候 他才有 開始有信心 可是我算一算 大概也只有 一二三 三到四次吧 版畫展大概 好像只有三次的樣子 接下來 版畫展以外 他當然 最主要的著作 其實他有寫過一本 鳥類的賞文觀察賞文 那本被很多的賞鳥人奉為 賞鳥的某一個經典 就是說 紀錄的經典 但這本書我今天忘了拿出來 但另外一個 更多 更廣泛的接觸 應該是他的版畫 他的兩種版畫 一種是 小島上的摩托音 不是小鳥 小島上的摩托音 是寫 蘭嶼 達悟祖的 嘟嘟 蘭嶼腳香 這本 以台灣的特有種 作為主題 畫出來版畫 以台灣的特有種 做出來版畫 其實是一個 剛剛 傅元安有提到 這樣的書 將來如果翻成 日文版 翻成法文版 或是任何語言版 都可以代表台灣 到國際去行銷宣傳 因為他太有台灣的特色性了 非常台灣的特色性 這樣子可以看到 看到不只是蘭嶼刀族 他某一種代表台灣 他這種書 版畫的書 公園有因 或者是彩玉 好多都可以 有好幾本都可以做 另外他有一種叫 卡娃伊版的 這種卡娃伊版 野鳥有過過卡娃伊版 這個是給小朋友的 畫給他 這種是比較是玩樂 他有一種同心 合法人自己有自取一個綽號 那個綽號是 我們現在看到是花見小囂 是他 開完刀以後 他才有花見小囂 在還沒開刀之前 他在人間婦刊的時候 他最喜歡用一個名字 因為他覺得 因為當時他不是畫畫 不是像林崇安那樣被大師 被大家所認識 他對自己其實非常沒有信心的 所以他給自己的名字叫做河童 所以你在河華人的版面 復刊版面 你看不到河華人這三個字 你會看到一個字 小島的一個畫 有一個人寫的 叫做河童 那個河 還不是他的人可河的河 是三連水的河 河就是河之河的河 那為什麼叫河童 因為借穿農資界 他喜歡借穿農資界的小說 這當然是我介紹的 借穿農資界 那個河童 這個名字呢 或者那個故事的河童 讓他喜歡 所以他自己喜歡 自稱為河童 所以我到日本的時候 他開到的時候 我都一直在找河童拜 到那個山山裡面 因為河童都在山山裡面 去那邊拜 還有拍那個照 準備帶給他看 那當然這就過去了 這個就是河華人的一個 那這張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他有一天 跑去福山植物園的時候 大概2010年 我們兩個太久沒有見面 還是怎樣 他就堅持 要他的太太 拍了一張 有點模糊的照片 我兩個在福山植物園拍這一張 2010年 他大概有預感 也許 這個有一天 其實那時候有點半開玩笑 他在要走之前 那天不曉得福山植物園在不在 他有半開玩笑 跟大家講一句話 跟我講一句話 他說他這輩子最煩惱一件事情 最煩惱的事情就是說 他一直煩惱 我寫那麼多出 寫那麼多 然後萬一我先走了 他將來要怎麼辦 他怎麼處理我的東西 寫那麼多 又不是寫得不得了的書 他寫那麼多 寫幹嘛 那另外一個是 他一直覺得 我的個性比較急 一定會比他早離開 所以他很煩惱這件事情 萬一我走了 他怎麼辦 但沒想到事情是跌倒過來 他居然會講這種話 你就知道那種關係 好 反正我們就拍了這個照片 在2010年的時候 然後 然後 這就是他 最後一次畫展 就畫那個 後面就是那個赤護鷹 他有兩張很大的圖 大概從那邊繳到這裡 這樣大的 稍微再矮一點 他畫一種百鷹圖 他有畫兩張 一張是灰面鳩 一個是赤護鷹 畫這個圖的時候是這樣子 其實大概在他去年11月過世之前的4到5年 我也是接到他電話的時候 是我要去日本的時候 他打電話給我 他說他大概活不到 只剩下6個月可以活 但後來沒想到活了4到5個月 他說先跟我問我說要去日本 他說說不定你回來我就看不到我 他說因為他要到龍種開刀 大概有這樣的情形 但開完刀以後 在那個整個人的生命力 爆發出一個非常難以想像的爆發力 那個爆發力是這樣子 我記得他在龍種開完刀的時候 我敢去看他 他說醒來了 旁邊有一張白紙 他說應該醒了第三天吧 有一個白板的紙在那裡 他已經 一醒來第一件事情 因為他是腦癌 所以失去腦瘤有點失去平衡還是怎樣 他本來習慣用右手畫畫 就開始拿左手開始畫 一直畫圓 但其實我也是在畫圓 不是 他只是在畫什麼東西 他在畫一個東西就是滑劍小霄 這小小的那個滑劍小霄 他那時候已經在開始在面 右手不能沒有辦法動 先用左手畫 但畫到後來他還是用右手在畫 就是說他醒來的時候 他已經開始在跟死神賽跑 他捨不得把任何的時間浪費掉 而且很怕不能畫畫 所以他已經急著開始畫 可是這個時候同時又一邊跟我畫什麼 一邊就開始有新的想法 所以他開始畫花劍小霄 然後他裡面開始有一種哲學的佛的觀念 開始出來 所以他開始畫這種圓 他說畫好多好多好多 畫到後來滑劍小霄就慢慢出來 我記得那天畫的時候還非常好玩 他外面有一個窗口 一邊畫然後沒事抬起來 看我一下然後看出去 然後就回過頭 你有沒有看到蜂鷹 就說外面有一隻老鷹叫做蜂鷹 剛剛飛過 他就問我你有沒有看到蜂鷹 人看起來奄奄一喜 看到鳥還馬上跟我講 那邊有一隻蜂鷹飛過 那蜂鷹當然 一般人怎麼認得出來 可是你少鳥很厲害 眼睛很利的蜂鷹飛過 你是判斷得出來 很厲害的就看得出來 因為他的形狀 或那種飛的速度 滑行的速度 就不是大蜂鷹 也不是其他鳥 一定是蜂鷹 他就會這樣看 我就說這個真的是 已經整個人已經 看鳥已經看到那種地步 也無話可說 這就是兩張 非常 非常他最大的版話巨著 就是我剛剛講這麼長的 一張飛面鳥一張 赤霧雲 所以他有四個名字 我記得一個是群鷹鈴 我記得 另外一個不曉得是什麼 反正畫這個裡面 一個是畫都蘭山的 一個是畫在月亮 老鷹在月亮出來的時候再盤回 一個是沿著都蘭山在飛 這兩張 我記得是 有一個文化部長買去掛在他的門口 有三個前任的文化部長都去 每一個都買畫了 因為大家都很珍惜他的畫 這個他最大的一個 你想想看 他剩下五年的時間 然後他必須畫那麼長的版畫 一張一張去刻 每一隻鳥這樣刻一刻 我從來沒有看過他那麼認真的去 面對他的作品 一直在想 其實我看到他 因為他在臉書會一直貼出來 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 人知道自己的時間有限 人知道自己的時間有限 他可能 再過一年 也可能再過兩年他就走了 也可能不到六個月就走了 因為時間是那麼有限的時候 他真的是 把一天當兩天用 一直在拼一直在畫 一直在畫 那個畫出來的速度你會很震驚壓力 雖然你不是畫鳥的 你是寫文章的人 可是因為是創作 很少看到創作是這樣子的瘋狂 這樣子把自己全心的投進去 那個是看了會真的是會震驚的 每一張出來你都會震撼 他是那個 就是 生命逼到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角落的時候 他要跟面對死神 他用做什麼樣的方式去 跟死神把死神打退 打敗他 我讓死神不敢接近 畫畫這件事情 我在他身上看到那樣的一個 很堅強的東西 在那裡 這是他畫的兩張比較大 但是對我來講 我喜歡的還是 像 貓頭鷹 花劍小蕭 甚至是 最喜歡的是油整 這個 那這是 有一次我去看他的時候 那是看他的時候 你看他這個圖 裡面畫了一個台灣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那時候 那時候他已經 那一次去的時候 那時候腳紅還沒出現 護衛案還沒出現 那時候他是來跟我講 他說醫生說我剩下六個月 他說我大概也不曉得有沒有六個月 但是我可不可以拜託你一件事情 是他還寫信來要我去看 什麼事 你可以幫我的 那兩隻鳥猛琴 各配圖一下 我說我配圖 我貓頭鷹 或者是猛琴 有準 兩個我都沒有認真觀察 能寫的是你 他說他腦子現在 講話都講得講不出來 沒有組織能力 還能夠畫畫 還能夠有些想法 他說拜託我 那當然朋友一場 當然這些事情 再怎麼樣都要做 所以回去我就馬上寫 好 我說沒問題 就這樣子 事實上那時候 談沒問題的時候 心裡還是 一大堆問題 根本不曉得要怎麼寫 但沒關係 講完他安心了 安心以後 他就 那天好像開始 笑得出來 他就問我說 那你覺得我現在還可以做什麼 他每一分都要爭取 我說 你後事都已經交代了 要出出這個事情 也都沒問題的 版話也弄完 什麼都弄了 你覺得 他就問我要交代什麼 我說這樣子 我想一想說 我說我正在 你可不可以 像 鹿野忠雄 我就提到一個 我非常喜歡的一個 日本學者 探險家 鹿野忠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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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出完書的時候 他在那本 最後一本書的時候 他的那個民主學調查的時候 他把台灣畫出來 把自己走過的地方 就把他畫出來 我就拿給他看 他看完以後 他就馬上自己畫個台灣 自己就把自己去過這樣 一個一個把他點點點 點給我看 就是 他想告訴大家 他在台灣去過哪些地方 所以不用他點 我大概知道要去哪裡 可是在那邊點的時候 我就想 哇 老天啊 我們兩個人從1982年到現在 幾乎把整個台灣也走得差不多了 就是重要的商量點都做過 這是他的最後的一些工作 那還有一個是 那天做完以後 就開車 朋友開車 跟他弟弟 我就跑去 他最後那幾年 看老鷹 看鳥最後的那幾個點 他去看的漁溫 或者他最喜歡的點 對面那個山 就大安皮山 這裡一個水塔 他站在那裡 指的那裡 就跟我 就跟我介紹一下 他最後的觀察點是哪些地方 然後希望說 將來能夠 譬如說安葬在這個地方 或怎樣 就把這些後事都交 他是一個喜歡 把後事都講清楚的地方 講給我們知道哪些事 這件事情 為什麼講給我聽 我也不知道 他也許 他覺得也許我 假如那時候是我找死 他應該會幫我安排一些東西 所以 可是因為現在是他要先走 所以他就把這些 講一講 那時候他也講不出那個山 我還幫他查出來 大安皮山 然後講一講 其實那天去的時候 他也知道 我們兩個這輩子最後一次賞鳥 大概就是這一次 就是他也希望在最後再結束 在這裡結束 好 那就這樣子 結束 結束以後 我自己就開始有一個想法 他結束了 但到結束的時候 有這三本書 西谷裡的冒頭鷹 油準 他用這個油準 還有那個花劍小箱 我們看到這三本書 裡面的這三種 也不是三種鳥 這是虛構的 那兩隻鳥 在何華人交代後世的那座山的產業道路 在他看的地方剛好可以看到油準 也可以看到黃魚霄 而前往的路上有一座山 像伊達正宗的那個山頭 那個山頭也在他前往的路上可以看到 所以這三本書其實跟他最後觀察的 宜蘭的那個山跟田是有連結性的 所以因為這樣的連結 後來我們就在想說 假如 我們就冷靜的想說 假如台灣有一個偉大的 很重要的 鳥類的版畫家 他可能走了以後 台灣不可能再有這樣的一個 版畫家出來 這版畫家是 他從 32歲 33歲開始 為了磕鳥不找工作 沒有工作整天都磕鳥 他們也不可能有這樣的一個環境 讓一個只是磕鳥的版畫家 可以存活一輩子 他居然可以 那這個也是非常厲害的 一定是把鳥畫已經能夠磕到某一種地步 而且受到大家的歡迎 總之不可能再有這樣的一個 鳥類版畫家的時候 荷哈倫最在乎的是 他最在乎的是 他希望能夠 沉船教育給下一代 那要沉船教育給下一代的時候 不是只有這三本書 應該要有一個實體的動作 那實體動作要蓋一個博物館 可能來不及到事情太多了 那我自己在想 我是他的朋友 我要能做什麼事情 我就決定說 他走了以後 我應該跟他生前的 最後的一些好友 我們可不可以試著 從那個大安皮山 他官鳥的最後的點 連接出一個 另外一條路線來 從我們最早 在宜蘭 從雙年皮福山植物園那個地方 連接一條步道出來 這條荷哈倫小徑 可不可以變成 未來的台灣重要的一條自然生態小徑 同時是八年代賞鳥一直到 現在 這段路線裡面 我們可不可以在這裡面 記錄一些什麼東西 看到哪些 除了這三本書所提到的東西以外 還能夠記錄哪些東西 我們把這條自然小徑把它封募起來 這條自然小徑 再不花 當然也不需要跟政府打交道 在自己的 民間的友人 民間的朋友 以及喜歡桑鳥的人 喜歡自然生態的人 能夠每年走這條路線 把它走出一個 台灣的自然生態 另一個比較有深度的 有歷史內容的一條步道出來 所以我們就開始走這條路 把這條路走出來 去年那12月18號走了以後 大概1月初的時候 我跟我今天在座的朋友 還有幾個沒有來的朋友 宜蘭的朋友 就從雙連皮這個地方 慢慢走這條路 走到他 大安皮山那個地方 一條大概要走 三四個小時的路 如果包括雙連皮那個地方繞路 這樣的一條自然小徑 是我們後來想要 是我們後來覺得可以 在這個階段性 在和阿仁未來要做什麼 還不知道之前 把這條小徑先讓更多人知道 你只要在和宜蘭的轉運站 嘎馬蘭轉運站 他那邊有公車 可以坐六個人七個人 就直接坐到 經過這些水田的環境 這些宜蘭的水田環境 來到雙連皮 從那邊走路慢慢走 可以走下走到大安皮山 然後下來再搭公車回家 這條路線 這是福山植物園的雙連皮 我們最早我跟和阿仁騎山洋園 要騎著碎石子路居蘭 可以騎到這裡來看鳥 當時當然湖面沒有那麼大 根本沒有湖 都是一些沼澤區 然後 這是半路上的一個宜蘭 不曉得哪一個單位設立的一個 花了六百萬蓋的小屋 現在沒有人到了 也沒有人要去了 這個地方我就乾脆把它叫做 和阿仁小涼亭吧 因為沒有人取他的名字 這六百萬蓋在哪裡 剛好是我們中間的休息站 然後 接著是到最後大安皮山 那天去的時候最感人的是 天氣很好 所以可以看到聖能縣 聖能縣的大壩尖山 還有整個聖能縣有沒有 聖能縣很多都幾乎看得清楚 雪山也有在這裡 然後中間也有 最主要是上面還有一支林雕在上面蓋 這個和阿仁如果版話刻出來 那不得了 又是一個很棒的畫 那是那天看到的 我們總是 那天大家拜託 說和阿仁又在陪我們 每次看到猛禽 其實我們現在每次看到猛禽 看到比較稀有的都會想到他 因為他是一個很會看猛禽的 一個商瞄者 不只是版話家 他是一個很好的自然觀察者 這就是那天有朋友幫我們拍的 我們在遠望著宜蘭 放著桂山島 兩個人不曉得想什麼 我不知道他想什麼 我已經在想那條 從雙蓮皮到大安皮山的 和阿仁小進 將來要怎麼完成 試著走 能不能走出我們想要的呢 一直在想這件事情 這就是我們的故事 這是他其中一段代表作 他很喜歡宜蘭 為什麼從台北跑到宜蘭去住 因為宜蘭是一個非常適合官僚的地方 這是他畫宜蘭的最代表作 龜山島 彩域 美人交 這個代表宜蘭 也代表他的家園 他的家鄉 我今天大概就介紹這個這裡 接下來大概會有20分鐘的時間 歡迎大家提問 又或者直播的朋友也可以提問吧 是不是 好 大概是這樣子 好 謝謝 謝謝劉老師 那我們先開放那個提問時間 那不知道在場朋友有沒有人 對今天的演講有什麼感想 或是那個意見要提出 八卦山賞音 對 八卦山賞音 對 八卦山賞音喔 有啦 因為主要今天介紹何華人 所以就不提到八卦山 八卦山 我跟吳神雄你剛剛最早開始介紹的時候 他跟我講過一個形容 後來我都不太敢去八卦山 他說八卦山以前賞音啊賞灰面鳥啊 他們是抓灰鳥抓到 因為做標本嘛 日本人喜歡做灰面鳥的標本 大量的買灰面鳥的標本 我們就殺很多的灰面鳥 然後把那灰面鳥的 因為做標本啦 吳神雄很會做標本 所以他知道 每次做一個標本 一定要把老鷹的 內臟什麼都挖出來 眼睛挖出來 他說 我跟你講 他這個也許誇張 但我覺得也許是真的 他說光是那個眼球 可以堆成一個小三高 我就聽到人就嚇到說 哇以前殺灰面鳥跟那個伺服鷹 是這樣子的傷害這樣子 當時正在灰面鳥跟伺服鷹的保護 之前會有這樣的一個情形 所以我們對當時八卦山 那時候已經有一陣子 確實是傷害很大 比較不會去傷鳥 不會把它當作傷鳥的重點 其實我在旅士雜誌裡面 有提到很多傷鳥的點 但主要今天是談 何華人跟我的關係 所以我就會全部集中在 從北部開始 對 八卦 沒有 我是有注意到華人的這個生命的過程 然後也曾經在我們編過的這個 這個書評書目雜誌 用過它的封面了解是很淺的 可是對它的這個作品真的是很感動 所以今天聽了這個客鄉這樣子介紹 他的人生 真的在進一步的了解 那我是覺得那個 出了這個三本他的書 對我想請來介紹一下 對 請他介紹一下 稍微 因為它的版話有很多類型 而且也有時期不同 所以我想客鄉從他的這個生命的這個 早期的相遇的狀況裡頭來了解它 可是我真的他呈現出來的東西 我相信也有一些可以講的 對 這三本 請腳紅來講 因為他是製作的 他知道 那個運刷的過程很辛苦 對對對 還有那三本的內容的呈現方式 完全是不一樣的 那個是很特別 台灣從來沒有版話是 這麼的讓人家 欸 腳紅呢 我來擺好了 腳紅來 麻煩你來講 謝謝你 這個 我擺了給他看 我不曉得上面那個 那個直播朋友也可以看 都可以看得到 可以可以可以 我這樣子講 好 來 我先還是講一下背景 就是說 在台灣的出本市場 雖然我們也看到過 有很多的畫冊 可是台灣因為它的市場太小 單獨的一個畫冊 是沒有辦法生存的 所以大家所看到的畫冊 多半都是配合展覽 比如說我們看到的北美館 歷史博物館 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台灣博物館 他們會出 因為這一次展覽 所以我出一本畫冊 畫冊的話 它是沒有辦法單獨生存的 它只是在這個畫冊 賣畫的過程裡面 它的附屬品 等於是它的一個目錄 那比較有名的畫家 他就畫的 他就出的比較好一點 然後他能夠貼補一點作用 要不然的話 他就是用賣畫的錢 來cover這些 因為你要印一本畫冊 或者是說 你要做到好的時候 那個是非常 那個成本的話 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那台灣的市場 因為只有2300萬人口 其實他是沒有辦法支撐的 因此各位可以看到 很少有一個畫家 他沒有辦畫展 但是他可以出畫冊的 那沙頭的生意有人做 可是賠本的生意沒有人做 那我們為什麼趕出 那個荷華人他的作品 一方面當然就像是我講的 我們覺得荷華人的話 他是用了30年的時間 從這個土地上面慢慢慢慢長出來的 真正這樣子長出來的一個 本地的一個鳥畫家 透過他的話 我們可以讓大家更了解 台灣的 我們也是有這樣子的一個藝術家的 而且我們也不是說 學了外國的哪一個 模範的哪一個 不是 就是 從頭到尾 他的所有的內容 他的創作內容 他的創作方式 他的創作的觀察 都是台灣這邊出來的 然後再來一個是 我們開始在做的時候 華人的話 我最早的時候想要做的 其實是荷華人的作品 因為我們覺得要推薦給國外 應該是他的 從他最早期 1993年那個版畫目錄裡面 開始可以看到一個畫家的成長 可是華人的話 他一直覺得 你那樣子的話太多了 那樣子的話你們一定賠錢的 那你們出那個吧 他還是覺得說 你們就出三本就好 那三本的話是他覺得他最想要出的 為什麼他最想要出 因為華人剛才也看到他的版畫 從深色一直到了漸漸漸漸漸寫石 那寫石到了某一個最高點 最高點的時候就是在他生病之前 他的生病之前的話 他有關於寫石的版畫 還有版畫的技巧 他其實已經掌握到某種巅峰了 那個時候也就是客鄉曾經講過的 他說華人那個 他那個鳥版畫沒有一根羽毛是錯的 每一根羽毛每一個環境 通通都是真實的 那一個的話最大的代表是他想要出這一本 叫做西谷裡的貓頭鷹 黃雨霄 他隨便一張通通公式 這個黃雨霄 因為他在每個地方都看到 他這個背景是用武林的櫻花勾文規作為一個背景 這個我覺得這個其實應該好好來講 因為櫻花勾文規是日本大島正盤 把這種櫻花勾文規讓全世界知道 然後美國的一個魚類學家 本來是想取櫻花勾文規叫做沙拉毛尊 梨山尊 但是他們覺得梨山沙拉毛 人家不知道這個部落 要用台灣佛摩莎 所以他叫做佛摩莎 那個什麼魚我不知道 就是佛摩莎尊就是台灣尊 那這樣子全世界才知道 原來台灣是這樣的地形環境 那我不曉得你有沒有想到這個 可是他很巧妙的 用了黃雨霄來抓櫻花勾文規 讓自己的家族成長 就是生態史把它連結在一起 用武林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非常非常只有台灣才能 才能做出這樣的作品來 這一本的話是他 在生病之前的功率要達到最頂峰了 那也是寫實 我覺得這個是全世界能夠把 鳥類生態的版畫畫到這個地步的 沒有第二人 然後再來的話是他生病之後到了宜蘭 他因為有緣 他其實一直在看有準 有準的話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 一種猛情的 那他在台北 在台灣的話 東北角龍洞那邊的話 他很多的 他剛剛好碰到了一個鳥友 那個鳥友的話 他們夫妻大概花了三四十年的時間 就是專門在追蹤 有準這種鳥 結果華人跟他們很聊得來 然後聊聊聊他們就說 那你現在生病了 那我委託你好了 我委託你 你就是去創作有準的版畫 其實我相信他是覺得華人還是應該要有一些收入的 但是他也不想要說我支助你 他就用這個明目就是說 你幫我創作一套有準這個版畫 然後這個本畫的話 錢還有那些資料的話 我拍的照片全部通通都給你看 加上你自己賞鳥的經驗 那你就把它做出來 所以這個是他生病之後 就在那五年之內 他繼續 所以這時候還是寫實 但是已經風格的話也有一些轉變了 他沒有辦法再畫得那麼像那邊那麼細 可是還是一樣 相對來講還是細的 那裡面的話有一張很重要的是 他在技巧上面有了一個突破 所以這張 這一張 因為原來的時候他創作的話都是一張一張的 結果後來他發現說 一張的話他沒有辦法容納他要的畫面 因此這個是兩張 就是兩張併在一起的 他第一 他就實驗說我是不是可以用兩張 然後把那個更大的場景弄出來 結果就是在這時候他開始做這個 所以這個對他來講的話 對他的整個版畫的藝術跟版畫的視野的擴充是很重要的 剛才客鄉特別提到的那一張那個 那個眾英領月 眾英領月的那一張也就是這一張 這一張我們特別拿來做贈品的這一張 這一張的話他是一面牆 可是一面牆的話你哪有那麼大的木板去刻呢 他其實這個是八張 八張他把它刻好了之後 他拼出來然後拼成了一張 那客鄉剛才在講講說他創作力崩發 他在2019年大概9月的時候去台東 看到了眾英領月這個場景 這個是月亮在這裡 月亮它是一個半月 對 然後都蘭山 都蘭山是在哪邊 它有兩個 這個是杜蘭山 這個是海岸山脈 然後中間的話這一條河的話 是另外一條河 他就是看到了 他跟我講說他在腦海裡面就是那個印象一直在 結果他花了兩個禮拜的時間 日夜刻刻刻刻刻 就八張圖就把它拼出來 那等於是整個一面牆 所以這個是他的生命力的崩發 他最後的創造力的崩發的話是可以看到這一張的 再來是另外一種的是 他慢慢慢慢從具象轉為有一點抽象了 那他想要把他的心境 然後透過創作表達出來 在這表達過程裡面的話他覺得 他最大的生命最大的感悟就是說 整個這個大自然是一個循環 那人的生命的話是這個大循環裡面的一個小循環 所以他決定他就創作一個系列 他要把台灣的二十四個節氣 配合二十四種植物 然後配合這個花劍小巢就創作了這個系列 這個系列就叫做花劍小巢 非常非常可愛的 那大家要特別注意到就是說這個花劍小巢 花劍小巢他的臉其實就是一顆心 那他希望大家能夠感受到的就是說 花劍小巢是你也是我 就是你在看圖的這個人 我們就是生活在台灣 然後在台灣的節氣底下 的某一個自然生物 自然生物的一部分 而不是你人的話特別跳出來的 那有關於這一點的話我要特別要講一個就是 其實這個可能在華人他最後的生命裡面影響很重要的 我們去的時候每一次常常他就會跟我講 講說我們那個黨成立了沒有 我說因為我們在吃飯有的時候在喝酒的時候 他曾經聊天聊過就說 我們應該要來成立一個黨 這個黨叫做禽獸黨 這個禽獸黨我們要糾集群力 然後我們要對付誰呢 我們只要是跟禽獸有關的 跟台灣禽獸有關的事情 我們都要管 然後我們是要專門對付那種人 什麼人呢 情獸不如的人 他都很幽默的 他很有趣的 所以他們每次看到我 他都問我說 我們那個洞做得怎麼樣 所以除了華人小禁 我們應該好像真的應該要成立一個禽獸黨 那這三本書的話因為他很費工 而且這麼大 所以他的定價當然也不低 可是我們為了要紀念華人 我後來的話 我們就說了 只要是跟華人有關的活動 我們到了現場 我們通通都是打折的 那原來的話 原來的定價我們都會打八五折的 那也是少月工坊一項 就是我們就只能夠達到八五折 所以今天大家的話 如果你要下定 這個太重了 你帶不回去了 你可能要先去下定 然後去 那邊有我的同事 你們去定了之後 他幫你寄過去 這套書大概是這個樣子 原安市長這麼詳細的介紹 我是很感動因為 我跟何華人不認識 我只是欣賞他的畫 然後後來看了在北美館他的畫展 不久他就走了 所以我是覺得 這麼樣投入他的這個藝術生涯 然後做出來的東西 又是跟我們整個的大自然界的這種 形態啊台灣的這種生活 還有我們的景象 這麼接近這麼貼近的一個作品 真的非常感動 然後我剛剛看到這個花劍小 我今天是怎麼念啊 小蕭 小蕭 對 也很可愛啊 我覺得跟我們生活息息相關 所以我們基金會也有買了 但是如果說各位可以拿回家 雖然是比較貴重一點 可是我覺得是很值得的 謝謝 謝謝 謝謝客鄉 李老師今天點講得非常精彩 就是我們不僅讀一本書 而且讀一個人 而且我還讀到一段很動人友誼 也長達幾十年友誼 然後目前還有這麼多多方面的延續 非常感動 今天現場也來了 何華仁先生的好友 那個廖一慧老師 對 今天也聚 聽了一慧 就是聽了一慧 有一次我們計算的時候 聽一慧在講 啊 我也提到你 假的 我就是假華仁 所以我說 為什麼不認識他 趕快找他們來演講 其實 你要講到一段 其實我剛才 剛才只是在家裡 我想說在線上聽一聽就好 聽了以後就熱血奔騰 就想說一定要來 因為我住的不遠 就在中生經驗場後面那裡而已 就聽到客鄉情深益重的介紹 真的很感動 因為其實我們在 在華人生病最後的期限內 我們兩個都密切保持聯繫 不是我問他狀況 你知道近況嗎 他就知道你近況嗎 然後我們就一直在那邊非常的憂心 然後甚至於他有什麼樣的計畫也會告訴我 我就跟他講 我說華人有你這樣子的生死朋友 真的是非常的幸運 人生無常了 其實生命的短長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留下了什麼樣的東西 這套書我自己 我知道我其實心裡明白他 他那套書應該會想要送我們一套 後來證明他有寫個名單 贈送的名單裡面 是有我的名單 但是我就搶在他送我之前 我就先買了一套 先買了一套 先訂了一套 然後他也遵守承諾又送了我一套 我就將另外一套當作家產送給我的兒子 那我當然很努力的看 真的非常的用生命來刻畫他最愛的鳥類 所以那種勃發的生命力 他可能都投注在那上面了 當然我覺得生死有命了 可是他留下了他最愛 他在臨終前都還在那邊 你知道我們去了 他還在講那個話是怎樣 然後他給我們看 當場還叫雷香 我們那天最後一次他夫人說 他都不肯去幾年了都不肯去再復檢 加上疫情叫我們鼓勵他去 那我們就包了車子 光下就包了車子去了 那天真的是最開心的 後來我要再去看他的時候 他就說 我們已經把最開心的事都講完了 然後也有做聚會了 我要把以下的時間留給出版社 留給客鄉這樣子的知己 所以我們也就沒有再去 但是那天的歡樂 你知道我們有長期十幾年 每天你到我家我到你家 他到他家 我們有七八個比較重要的人 還不是重要 是比較緊密的人 過年的時候 今天在你家明天在你家 到後來到 見面大家都討厭對方 你知道 就太年了 你知道 是這樣的交情 我覺得像他們 岳安做了非常重要的事 把他人的話 很漂亮的留下來了 他是非常重情重義的 連後來的那個小道什麼都已經 我們都已經約好了 明年也許我們就一起去走那個路這樣子 那我們做些什麼事呢 我們就是去陪伴他 情感上面的陪伴 一起吃吃喝喝啊 酒肉朋友啊 我們一起吃飯的時候 他就說他是蓋幫的 因為他就點豆腐啦 什麼什麼的 如果讓他點大陸 異性懶贅 他就開玩笑說 廖玉慧就是貴婦 他一出手 就點那個比較貴的東西 那就是說他的精神生活 是豐富的 可是他在經濟上面 是非常減省的 那 是一個很值得我們敬重 而且其實也很俏皮幽默的人 今天非來不可 因為就這麼敬 我本來要線上看看就好了 要看到他講得這麼的 這麼的仔細啊 而且配上那個圖啊什麼的 所有的往事都上了心頭啊 我們在這裡驚豔他 真的很謝謝各位 我好像是家屬一樣 謝謝廖老師 那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如果大家覺得今天演講意而未盡呢 歡迎把握機會現場購書 現場購書 現場購書有非常優惠的折扣 那我們這段影片也會一直放在 我們講堂的YouTube頻道 如果大家可以隨時回去回味 這些精彩的內容 謝謝大家 謝謝劉老師 謝謝孫悅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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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